生活在海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就是能比较容易接触到中西不同风格的艺术文化 单燕明经营画廊多年 利用这个优势 推出多位中西画家的原创作品 不仅成功地把画廊做好做大 还极大的满足了自己对艺术的爱好和追求 单燕明过去在中国从事外貌生意多年 2005年移民加拿大之初 他听从朋友建议 试着做起了装饰画生意 这边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卷油画 没想到就批发油画的这个还是不错 就这样就直接就开始了 批发当时还没有自己的营业场所 就在家里面地下室里头 然后就跑到人家的画廊里面去 根据客人的需求 然后他们挑就这样 那后来就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画廊 2007年 单燕明觉得时机成熟 正式把画廊开办了起来 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主要就是这些装饰画 装饰油画 装饰油画呢 你知道这个 它毕竟的这个艺术品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费中 它属于一个最上端的 就是你家里面你衣食住行什么都有了 你才会考虑这个 所以呢就想到呢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个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就直接就把框化表画框化这个生意呢就直接就一起就做起来了 善言明欣喜地发现 框化和表画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 刚才说艺术品呢可能是消费的顶端 但是框化呢是每一家其实都需要的 我毕业了 有个毕业证 我要把它框起来 对吧 还有呢就是 我到去英国旅游去了 到法国旅游去了 一般咱们大家就要去看看博物馆呢 这个艺术馆呢 对吧 我买了一个 一般比如说莫奈的复制品 要把它框起来 对吧 我们婚礼 我们需要这个红插照片 对吧 我们需要把它框起来 过去这样三分化七分表 实际上呢 是有它一个直观的这个艺术享受 包含在里面 过去善言明从事的是商业工作 没有任何手工艺基础 框化表画方面 如果完全依赖请来的技工 发展肯定就受限制 生意越好 就越迫切地需要 他自己也能精通框表技术 可能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首先这个表画 专门跑回国内 到徐州 这个到河南去学习人家的传统的表画工艺 对 就是你虽然设备先进 但是传统的你一定要会 美国和加拿大最大的框化产业的这个展览会 就在这个拉斯维加斯举行 我基本上每年都去 在那里你就能看到很多的先进设备 先进材料 以及做得很好的这个画廊的老板 讲述他们框化的经验 以及经营之道 在那里都能够学到 好在当时我批发的很多客人呢 都是做这个 带着做着画框的生育的 所以就向他们请教 在勤奋的学习中 单叶明的手工艺天分被彻底激发出来 经过几年的努力 他的画廊 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设备上 目前都在框化行业 建立了很好的市场生育 这个差一点不正就是不正 你不干净有一点点 那个威力的沙尘呢 不行的就是不行 那我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 所以就做出来的一般都是 不管是框角的这个整洁性 完整性 还有这个框化里面的这个干净程度 这个有没有毛边 切卡子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毛边 什么这些都控制得很好 所以就可以说口碑是非常好的 框化和表画业务稳定 带来的收益让善业明 有了条件和底气 却大胆实施更多的想法 2012年他开始销售画家原创作品 身边呢 这么多的艺术家 对吧 他们都有 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内涵 自己的修养 自己的一个境界 还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你都可以根据有很多的选择 对吧 所以呢我就觉得 还是做一些原作作品多一点 有些收藏画价格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非常贵的 几百块钱也有 几千块钱也有 实际上呢 还是自己的一个追求 还是要达到一个艺术境界 我相信自己达到一个艺术境界以后呢 随着原来客人的 已经有一定客人基础了 这些客人就不是说 哦原来买装饰画的 我以后可能不会买这个收藏 收藏作品 完全不是的 这个是靠你自己去介绍和引导 善业民喜爱绘画艺术多年 他增加画家原创作品的主要意图 不仅是为了拓宽画廊产品的种类 更多的是希望及此介绍和推广 不同风格的艺术文化 我们生产在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国度里面 这个多元文化呢 好像一直是我心里面一个愿望 想让这个很多的 这个咱们华人社区的 这个艺术爱好者呢 了解本地画家 同时呢 让西人也了解我们华人 这个 这个画家的艺术魅力所在 包括传统的国画 包括华人 本社区的华人的 这个各种不同的形式的画作 油画了 这个国画了 甚至 你看我们这边还有这个 铜板了 还有木板了 雕刻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介绍的 中西文化的一个场所 一个形式 善严民对中西元素交融的路线情有独钟 他的画廊里有不少作品 凸显出这种风格 虽然做生意有现实情况需要考虑 但善严民很多时候为了坚持内心的想法 宁愿不考虑经济利益 各种尝试也都有过 有的呢就是 非常成功 这个卖得很好 有的呢确实是已经比如说两个月了 还没有卖出去 但是呢我们 如果一旦我选中以后 我觉得是个时间的问题 当我认为我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它的时候 我就会定下去心来 我来决定我的画廊可以展示这个画家的作品 经营画廊十余年 善严民不仅仅是有了自己的事业 发掘出个人潜能 也通过事业完成了一直以来 对艺术的追求和喜爱 工作带给他满满的快乐 很简单也很真实 画家夸夸我就很高兴 卖出去一些作品 当然了 框化这个呢 每一次呢有一些框化得到他们的认可 不光从设计方面 到制作方面 很漂亮地出来达到它的一个设计效果 或者是超出它的这个期望的时候 我非常地开心 我也非常地开心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希望今天的节目 陪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夜晚 也请观众积极为我们提供生活中的采访素材 同时呢请关注呢4月14号 新风采风云会创业颁奖论坛 请登陆下面这个网站 观看所有故事回顾和查询购票详情 新风采节目组 祝各位观众周末愉快 下周再见 屎曲扶梦